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這行業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例如模特兒界 你覺得怎樣才能夠 什麼性格在你們這行業受人尊重 或者做得久 我想最簡單的 要專業派導 你不可以遲到 又給你衣服 你穿就要衣服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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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魯 衣服 你要做到客人的要求 例如客人的設計 我要很酷地走出來 你又不是這樣 你做回自己的風格 不是很合理客人的要求 這就代表無尊重 所以我經常覺得 你做到這份工作 一定要做最好 一會就要做我的宗旨 為甚麼呢 因為你永遠答應客人做這份工作 例如你擁有主持 你一定做到這份工作 我才覺得對自己和對客人有好交代 例如我剛入行 我不是第一日節目 第一日專業 都在發夢 突然有一刻 開竅醒了 原來要這樣 那麼高級才叫合格 小時候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你入行 你不會第一天行千橋 已經滿足了客人的要求 總有混混樂樂 或傻傻傻傻的日子 你是甚麼時間開竅 為何開竅 還有有沒有被人罵過呢 經常被人罵 經常被人罵 尤其是第一次做show 腳震 腳震 手震 完全不記得 因為以前的routine 有兩個有四個 我現在不選一個一個 經常被人罵 落到台 罵到 總之罵每一次 一怕 人就會做錯事 就很疼 做錯事 有五個都會失手 一定會被人罵 罵到醒 真的罵到醒 有哭過 有 有 你快點減肥 你不再減肥 你不再減肥 你不可以繼續做 很疼 很疼 沒有客人要你了 然後你走錯了 你再怎樣 客人沒有再找你 那個疼法 你會立刻 你跟自己說 你一定要有進步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給人看 你做好自己的本分 你就OK了 即將來是沒有人支持 總之你做好自己的本分 應該是最重要的 你用了多久時間 去克服這件事 而變成一個瘦了 又專業的模特兒 都快 因為我人都比較心急 所以我很想快些 失去所有事情 我不想 因為我都比較 我一定要做好給你看 我有一點好勝 有一點好勝 對 我也覺得你有一點 所以你能夠成功 是因為你好勝 謝謝 那我們再繼續 二十多歲 又覺得黃敏德 又有一點外國人感覺 又多英俊 又懂得掌聲機 到再大的人 有沒有第二種類型的男生 你多欣賞 三十多歲 三十多歲 我會喜歡 我能夠跟她思想上 溝通得到 還有 一個眼神 可能大家都明白 那一隻 和她的頭顱 思想 要很成熟穩重 其實 是不是很難遇到 都難 現在都未遇到 你喜歡成熟的男士 我喜歡成熟的 我覺得她會有更加多 多過我的人生決力 可能會教到我 可能有很多問題問題 她會懂得回答我 可能我家裡是 家裡是 小女 我經常會 給姐姐或者爸爸媽媽 照顧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 有得你作主 我喜歡 我喜歡 你們作主 是 我不介意 其實你喜歡 或者欣賞成熟的男士 算我這樣問 你有沒有想過 會不會和你成長的過程 有些原因 所以你會比較喜歡 成熟的男士 都可能是 我喜歡別人 照顧我多些 所以 好像有個 一個 有個氣勢 照顧我 或者是 比我厲害 應該是 不知道 有這種感覺 我認識有些身邊 都是做模特兒 或者你現在很流行 所以叫做 靈毛 他們覺得能夠照顧我 比我厲害 很簡單 譬如原來 有一間很大的公司 很有錢 有遊艇 覺得在金錢上 物質上 其實照顧到我 他們就 當作叫做照顧 你怎麼看這個 你當然不是 但 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是完全錯的 這些其實是物質上的照顧 但我意思是 應該要思想上 內在的 心靈上的照顧 因為 物質上 你自己 我覺得這些事情 是要自己爭取 自己自己努力去爭取 不是 分別去找那個人 那個人幫你去爭取 是 因為永遠都是很安全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很沒有安全的 我需要 我自己 我自己能夠做得到 我養得起自己 我就 一個很有成功感 如果要求別人去養活 萬一這個人有什麼事 不在 或是分手 即是很安全 他突然間 所以自己能力化 做一個 我覺得自身是一個 要幫自己 不是要人家幫 對 我提醒你 一定要有私幾錢 真的 對 我經常跟媽媽說 我爸爸在這裡 一定要有私幾錢 我也跟爸爸說 你自己老人家也要有私幾錢 因為 這個世界上變幻得太大 而且 始終為自己保障 我覺得 要為自己想 是的 請你說